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菩萨入秋月 阿弥陀佛顶终一言 祝光铺照度众生 一心顶礼观世音 奥巴尼北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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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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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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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啊你被美红 观音菩萨如秋月 阿弥陀佛顶终颖 此光谱照度众生 以心顶礼观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啊你被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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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如秋月 阿弥陀佛顶终颖 此光谱照度众生 红啊你被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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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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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 从字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心醒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 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蛋牧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母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 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晚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的土 使见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importantly, 并且加入护生协会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佛陀佛的美山护生协会 继续均加水 下一站,长青路 下一站,长青路 你们知道吗?早上在菜市场跟隔壁的张太太陈妈妈聊天 他们说哦 有人传来给我说是刑警队的紧急通知 说哦,有人会故意靠近你 来推销什么西瓜、肉瓜 要让你评一下 其实是一种迷幻药 闻到了会离开闻到 然后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会被拿走 哎哟,好可怕哦 我是听说哦 如果被歹徒抓去提款机提款 只要把银行密码倒着输入 提款机就会通知警察 你们赶快记起来啦 也跟大家说以防万一哦 现在的诈骗集团好恐怖 这些消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辉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诈骗话术 这很可能是电信诈漆的陷阱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 透过电话、网络和简讯的方式 发布虚假信息 设置骗局 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 又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转账 进行非法侵占他人财务的犯罪行为 至于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至于常见的诈骗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就我们实物上扮演经验而言 有下列三种 第一个 就是网络谣言 什么叫网络谣言呢? 就是诈骗集团 它会利用网络来散布一些不实的讯息 它透过被害者去操作这个网址 或者是点选操作这个否机 然后达到骗取被害人钱财的一个目的 甚至把被害人的各自 也一定的把它给窃取到 第二个 就是冒充身份 冒充身份就是诈骗集团 它会冒充被害人的亲友 比如说我们之前常常听到的案例 像是说冒充被害人他的家人被绑架 或者是说他的亲人发生重病 发生交通意外 那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冒充 我们的司法检调单位 说被害人 它涉及到洗钱房子 然后有利用侦查不公开的这些模式 来达到骗取被害人钱财的目的 那第三呢 就是网路交易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都利用网路平台来做购物 来做交易 那诈骗集团也利用网路交易这个平台 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三种网路诈骗的模式 咦 这么老梗的诈骗手法还有人会相信吗 以上介绍的这些诈骗手法 虽然听起来已经是老梗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受骗 以下呢 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我们一位中性的老农 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他在家里面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自称是台北某医院打来给他 就是说他的健保卡被人家冒用 然后呢 他的那个就是涉及到有这个洗钱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那这个诈骗集团呢 他除了第一通电话打给这位老农 这样跟他讲之外呢 接着就马上又第二通电话来说 诶 你的这个资料呢 已经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这个 刑事局 已经开始给你控管了 你的账户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被 都要被监管 那我们这位老农一听了就更紧张了 那这个诈骗集团 他就是利用这种多角色 多身份的一个一个手法呢 让这个被害人的信以为真 老农就是一直坚信着这个 诈骗集团给他的一个指示呢 就一句话都不讲 就乖乖的把这些 行政所辛苦存下的这些继续呢 把它提领出来 然后就照指示 交给到这个诈骗集团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手 让他给领走了 所以说从以上的案例我们就知道 诈骗集团 他现在就是利用人们 对这个司法的整个程序的不了解 跟陌生 在这个慌张 没有可以询问的对象的时候 就一路接受诈骗集团的指示 然后把自己的钱财给 诈骗集团给盗领走了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种 利用假检警真诈骗的一个犯罪模式 所以请各位观众 千万不要轻忽这些电信诈骗 没错 如果遇到诈骗的话 请一定要保持冷静 并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 另外我们内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 也有针对这个反诈骗 有制作了一个APP的应用程式 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 提供我们民众呢 在反诈骗这些讯息呢 多元的一广告 那遇到诈骗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不用担心 我有下载刑事警察局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最新推出的 165反诈骗APP 里面有提供网路谣言比对 不如我们来查查看吧 妈你看 165辟谣专区曾经过了 你刚刚说的刑警队的讯息是假的 倒着输入银行密码也是谣言哦 经过证实是没用的 不要再转传了 哦 真的吗 我明天要去市场 跟张太太陈妈妈说 叫他们不要再传网路谣言了 而且也要叫他们下载165反诈骗APP 来确认听到的网路谣言 对了 孩子的妈 那个阿清传赖给我 说最近生意周转不灵 要跟咱们借30万周转一下 他把账户赖给我了 你明天去银行挥一下钱吧 这么多年老朋友了 爸 你确定这个是阿清叔叔吗 你有跟他本人联络到吗 哦 你看 这个line显示是阿清 没错吧 这可能是诈骗讯息哦 你看165反诈骗APP里的最新诈骗快讯 里面有一则 诈骗集团用尽被害人的通讯软体账号 让被害人误以为对方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后 借故请被害人帮忙汇款进行诈骗 警方提醒民众如果接获提到借钱的讯息 哎 千万不要只凭电话后讯息中的三言两语就相信 应该要直接跟本人联络了 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你千万不要上当了 哎呦喂啊 好险有165反诈骗APP告诉我们最新诈骗快讯 否则啊 我跟你妈的退休金啊 就不保了 哎 弟弟啊 你怎么不吃饭一直在玩手机啊 哎呦 就那个网路游戏啊 前几天有个玩家说我可以用3000元买到雷神之锤 可是我汇款好多天了都没有把宝物给我 现在还找不到他的账号了啦 可恶 啊 玩家先用低价吸引你上当 叫你汇款后就消失 你一定是被诈骗了啦 什么 那怎么办才好 165反诈骗APP有线上报案填写的功能哦 只要从我要报案进去 输入你的基本资料及被诈骗的相关资讯 可以快速完成初步报案 还有 可以用预制笔录 先行输入诈骗发生过程 然后再去派出所完成报案手续 就不用花太多在派出所等待的时间哦 还好姐姐下载了165反诈骗APP 不然我们全家就要变成阿呆一家人了 尤其是你 弟弟 不要吓我了啦 待会陪我去完成报案手续吧 立即下载165反诈骗APP 165是您反诈骗的守门员 下载165 安全靠我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难忘记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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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